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自治区党委刘宁书记和自治区政府蓝天利主席 共同担任自治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统筹前后防处置工作 对照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成立的五个工作组 足以明确了广西方面的具体负责统治 由广西牵头搜寻救援疫情防控工作组 和民航局共同牵头善后处置工作组 三个工作组均由省级领导同志担任组长 同时为全力配合有效保障相关处置工作 我们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 全力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 二是全力组织开展现场救援 广西派出消防救援 武警 公安 民兵等近2000名救援人员 汇同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驻防广西队伍和广东增援的队伍的 共678名人员 有序开展现场救援工作 我们积极做好雨鞋 铁铲 冲锋衣等现场救援物资保障 全力保障救援所需 同时积极协调电力通信等部门 安排了三辆应急电源车 调养六台应急发电机到现场 架设应急通信设备 确保救援现场的电力保障和基站通信畅通 三是全力做好救治准备和善后处置 在现场设立应急医疗救治点的基础上 吴州市确定一家定点医院 腾空两层楼三个病区手术室 组织各专科队伍200多人 做好相关的应急救治准备 在吴州南站西江机场高速路出口 设置接待工作点 做好敌武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衔接工作 调配中巴大巴29辆 并组织出租车 接送失联人员家属及专家 四是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结合广西和吴州实际 研究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协调做好现场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专门成立现场疫情防控主 组织应急 公安 卫健等部门 在事故范围重要路段和卡口 加强交通管制 为参加救援车辆 开通救援历史通道 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